我们先来看几幅图像 大家感觉一下 大家看了这些图像之后 你觉得这些图像会用到了什么样的技法呢 很多人都看出来了 就这里边我们用到了outpint 为什么 你注意中间的区域它是不变的 就是随着我们在图片切换的过程当中 它周围的环境在发生变化 但是它中间的区域是不变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基于SDXR的outpint 当然这个outpint和我们传统的outpint 还是不太一样的 它应该是具有更加智能化的一些绘制的技术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outpint 它画出来的东西就更加的逼真 不像我们之前的方式那样的生硬 那下面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contraNet的input技术 你注意我们虽然叫outpint 其实它也就是内部绘制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用到了现在的一个contraNet 叫contraNet Uni-XL1.0 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用过 因为它是最早提出来uni contraNet的这种类型的东西 那所谓uni的话 就是我们会将所有的contraNet类型 集中在一个模型里边 而不是每一个用单独的模型去处理 比方我们的tile那就是tile depth那就是depth cani那就是cani 那这是我们之前的处理手法 flux里边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模型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包括Instant X或者Shaker之类的这种 contraNet都有类似的这种东西 那这个模型就更加的厉害 为什么你注意 它最近发布了一个模型叫做Promax Model 一般我们买手机的时候说Promax 那这个就很厉害了 那这个里边是包含12种控制 和5种高级编辑功能 那这里边也有类似的显示 那比方说我们tile-deblair 那也就是我们虽然是tile 但是它会消除这个模糊 包括我们的tile-variation 就是tile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那有很多我们今天主要用的是这个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e-point的技术 大家注意在原始的图片里边 我们用一个黑色的框把它给遮住了 那这是我们训练这个模型最主要的手法 那就是我们会把这块遮住 然后我们让它还原它 那么大家注意它还原的这个效果 是非常棒的 包括人物组合的这个部分 你注意这儿露着一个角 你注意这个角的位置 其实还原的都是非常棒的 那所以说这种基于contro-knight的implant 其实是比传统的implant 是要好很多的 但是要想真正的用这个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会踩坑 它这个效果可能怎么调都出不来 原因可能是你没有太仔细的去读这个文档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大家可能会踩的坑都有哪些 那我们先从一个最基本的手法 来给大家做一个切入 我们切到一个工作流里边 大家注意 这个其实是两种实现方式 就是我们传统的implant 和我使用了contro-knight的implant 那基本的机制都是靠我们这个 pad image for output 来进行一个外部的图片的扩充 然后进行绘制 那我们简单的过一下这个工作流 大家注意 这个是我生成的一个flux的一张图片 那它是一个竖板的 由于不知道它的宽高 所以说我现在用一个image info 来获取到它的基本信息 包括它的宽和它的高 然后我要对它进行扩充 我想扩充的宽度和高度 是1920x1080 所以说我会把这个图片放在最中间 那我会用到一个节点叫simple mass 然后用1920减去它的宽度除以2 那1080减去它的高度除以2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横板的图像 那由于我们会使用pad image for output 所以说我们会得到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带填充的mask 以及这样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 我们也把它显示一下 大家注意 这个图片是这个样子 重点你注意 它填充的部分用的是中度灰 中度灰在处理的时候 它会包含很多可能的像素信息 那所以说很多在slavery diffusion的模型里边 会将中度灰作为基础的填充色 然后它绘制的像素的可能性就很多 那这样呈现的这种图片的可能性也就很大 那这是output的一个基本的机制 那output的主要是出了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mask 一个是这个image 是填充好的 你重点就记住 它填充的颜色是这个中度灰 填充完了之后 我下边其实用了一个voe in code for imprinting 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绘制 你注意我这加了一个插分网络 主要是让sdxl的这种大模型 具有implanting的这种能力 因为有很多模型 它本身不是implant的模型 对吧 然后我这用的大模型是这个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然后我上面用了一个florence的model 那么它主要是用来读图片 然后我们会用到它的一个task 就是它的一个任务叫做猫detailed caption 然后会将这个图片的信息给它提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提示词的反推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容易接受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换掉 不用这个 直接把它删掉 然后我随便填一些就行 比方说我们来填classroom window ground pla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是一个教室 然后有窗户 然后有一些绿植 然后我们可以采用传统的implant技术 进行一个绘制 那就是一个采样了 这个很简单 然后我们统成 大家注意 这是传统的implant技术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乍一看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注意这个接风的地方很明显 这个还不算啥 你注意这 这个手 包括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说它其实在处理这种边缘化信息的时候 是不够智能化的 包括这个地方 你虽然看着好像融合起来了 包括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个边缘还是融合的比较生硬的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output技术 它存在的缺点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就是使用了一个contronet来进行一个绘制 那我们这儿在条件中间加了一个contronet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的基本的参数设置 我们没有发生变化 它的图片就是我们output出来的这张图片 来作为contronet的图片输入 然后这个contronet模型 其实我们用的就是之前说的这个模型 你把它下载下来就行 大家注意一定要下载这个promax的 因为上面这个是不具备这个implant能力的 所以说一定要下载下面这个 放在你的contronet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这个类型一定要选择成repaint 因为这里边是没有implant的 所以说我们选成repaint 那之所以要选择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联合模型 是一个unit 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类型 那我们会选它是一个什么类型 那选完之后 我们同样的会用一个case sampler来进行采样 但是你得到的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注意啊 这个并没有任何的outpen的信息被绘制出来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呢 其实呢很简单 大家注意 最直接的问题就在于 人家基础的这个信息呢 是一个黑色的啊 是一个黑场 就是你要想绘制的话呢 你必须把这个底呢给它做成黑的 那这也就是我刚才一直在给大家强调 你一定要记得 它的扩充图片用的是一个灰场 所以说呢 你用传统的outpen 你觉得好像很顺啊 这个流程一写 啪啪啪啪啪是吧 哎 这就出来了 但是你发现这个结果并没有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灰色啊 是128128128 所以说呢 你应该把它变成000就可以了 当然说的简单 做起来呢 当然是比较困难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得用第二个工作流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工作流 第二工作流呢 相对的复杂一些啊 我们看一下还是这张图片 我们直接跑一下效果 大家感觉一下啊 那我们对比一下 上面是我们用传统的outpen 给它做出来的一个图片扩充 而下边呢 是我用这个 Counternet的outpen 做出来的一个扩充 很明显 这个质量呢 就不用我去解释了 那为什么这个就能绘制出来呢 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啊 上面这个跟原来是一样的 我这稍微有一些变化 就是我加了一个free u 其实加不加的无所谓 主要是为了增加一些细节啊 那这里边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 inpentimg和inpentmask 这个很重要 那所以说这个还是 为ifoinpent 然后我们的条件 直接采样就出来了 那就这个还是一个传统的 outpen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我这用提示词 跟那个差不多 classroom window agree plant 当然我们最好把这给它 空格给它去了啊 那关键就是这两个 在这我们也用到了 大家看一下啊 inpentmask 和inpentimg 那这两个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先看它是怎么来的啊 看下面这个工作流 我们同样获得了一个图片的宽高 那同样计算一下 它的位置 也同样用到了 patimagefaultpaint 得到了这样一个图像啊 然后得到了这样一个蒙版 我现在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先创建了一个空图片 这个空图片的宽度 是一个1920x1080的 然后呢 color等于0 那就是还是一个纯黑的图片 这个很重要啊 下面呢 我就是要把这个图片里边 这个部分 给它沾到这个黑色的部分上面 所以说我就用到了image composatemasked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将这两个图片进行融合 这个和这个 然后用这个mask 所以说呢 很简单 我融合之后就变成了我们说的那个 黑底的一个图片 它就从原来的灰度场变成了我们说的黑场 然后呢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变量 那这样我们走这个outpint的流程呢 跟之前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们用到了contra net 然后re-imprint 然后我们使用了contra net呢 是这个pytouch model promax 然后我们的条件经过contra net的加持 然后进行keysampler 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注意啊这个图像的边其实还是存在的啊 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这个图片的边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流 那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呢 大家一定要会用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blare这个东西 那我们经常呢 会用blare呢 来增加一些模糊 比方说我这用了一个growth mask with blare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mask呢 给它模糊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 会是这个图片和上下纹呢 它的融合的程度呢 会更好 那这种方式往往对于传统的output呢 影响是不大的 你注意 但是呢 对contra net的这种的话呢 可能要好一些 大家看一下 可能这个边的话呢 就不会那么明显啊 其实呢 照顾不算特别大 因为我们也不提倡大家模糊的太多 比方说我模糊到30或者40 或者50 那这样的处理方式的话呢 其实有点过啊 你注意这个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那我们在output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你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边呢 的确是有点变柔和了 但是依然没有消除掉 这个接缝的痕迹呢 还是很明显的 那在这个里边呢 你就会发现啊 其实像这个地方就会有这种东西 就是模模糊糊的 包括这个地方 你注意 这个就看起来比较别扭啊 你又不能说它有问题啊 但是你注意这个墙这个地方 所以说呢 我们如果用blare的话呢 还是要控制一下度啊 不要太大 我觉得10像素 20像素都可以 或者你不用也可以啊 但是呢原则上 你不要用的太大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对构图有一定的影响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blare的部分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现在要扩充这个选区的话呢 你其实有两种方式 你要注意 第一种呢 就是我会在这儿进行扩充 它本身带有growth mask 第二个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额外的节点进行扩充 比方我这儿用了一个10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效果上来讲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但是效率上 就是速度上来讲 差别还是很大的啊 比方说呢 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值改成64 这个值很大 往旁边这个流程 你注意上面这个 就是执行好长的时间 它可能都出不来 注意啊 这个时间特别的长 那现在刚过去 然后呢 开始走这个采样的过程 那由于扩充像素呢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 就会压缩这个原来图像的这个范围啊 其实对采样过程是没有影响的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效果明显比上面这个还是要好很多的啊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扩充的话呢 尽量的还是主要在这扩充 这儿的话你就意思一下啊 那如果你希望它扩得更大一下呢 你可以在这儿去做啊 比方我在这儿给它做成64 我们在跑这个流程的时候就会比较快啊 你注意它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开始采样 另外呢 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 就是这个为什么出来老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因为你的提示词里边可能对它有一些误解啊 比方说我们在这儿写了classroom 然后window window就是窗户 然后绿植 这个窗户可能会引导这个input 所以说每次output出来 你都会觉得好像这个人是在一个框里边啊 所以说呢 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你可以把它删掉 我们尝试一下 我们把它删掉啊 然后我们再来跑一遍 大家可能这个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就是这个 classroom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啊 它对提示词的理解总会有一些这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啊 尤其是output的时候 它会极力的构建这个场景 你说是window的话 它认为最合理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做成一窗户 外边做成一环境 而这个contrlight呢 就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呢 output还是有很多的玩法的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那有很多人呢 会做这样的对比啊 说那其实呢 我们在sd15里边 包括我们最早的那个叫 Lema Imprint 包括后来的brushknight 可能都会在这种外部绘制里边呢 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是呢 我觉得它是不同的系列的东西 比如说呢 我既然用brushknight就可以在sd15里边做出来一个非常好的output的效果 那我为什么还要在sdxr里边去做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最主要呢 还是它的架构不一样 那我们都知道sdxr对于提示词的理解是远超sd15的 那同样flux对于提示词的理解又远超sdxr 而我们生成图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我们的提示词来生成我们想要的图像 所以说呢 我们发展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向上的 图片质量的追求当然是一个部分 但是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说的 它能够真正的读懂我们 那希望大家能掌握这种比较有意思的output的一个处理方式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